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接着给大家介绍脑洞大开的系列韩剧 幻想剧塔 每集都是独立且隐形深思的小故事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一期多复制的世界 小美是个桃花云爆棚的漂亮妹妹 短短几天的时间内就有三个人和她求婚 这可如何是好 天底下可爱的男孩子那么多 小美想给他们所有人幸福 她不知道该拒绝谁 要是可以三个全拿下就好了 闺蜜说她像个脑残 叫她清醒一点不要这么贪心 然后骂骂咧咧的走了 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个调酒小哥 递上了一杯鸡尾酒 说这是一杯能够实现冤枉的酒 小美喝下之后直接晃晃悠悠的晕了过去 醒来后自己已经身穿圣结婚纱准备结婚了 可怕的是她完全不知道新郎是谁 更诡异的是婚礼现场竟然出现了三个新郎 就是向她求婚的那三个人 小美以为自己被整了 可当她看到这个世界的其他女人 都是左拥右拔好几个老公的时候 她突然意识到是自己的愿望成真了 小美差点幸福到晕厥 四个人的幸福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闲着没事还能凑一座麻将 但小美也没想到 三个老公会给她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一个婆婆都要人命了 更别说三个婆婆 而且三个婆婆的老公家下都有十几个 再往上算辈分就是几十人几十人的家 这庞大复杂的家庭关系真的将小美整崩溃了 一年365天 365天都是不同的忌日或者生日 她根本没有任何自己的休息时间 每天都在赶场子 被生活压子喘不过气来的小美 还因为晚了点回家遭到丈夫们的质疑 气得她只想离婚 可是在这个世界离婚是犯法的 需要坐二十年的牢 小美人傻了 郁闷的去酒吧喝酒 她又遇到了那个调酒小哥 小哥告诉她 人的贪念是无穷无尽的 这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如果她愿意放下贪念的话 还是有机会的 那天的那杯鸡尾酒 还可以为她调制 小美喜出望外 立刻喝下了一口 当她醒来后 一切似乎都回到了还没结婚之前 可是家里却仍然坐着 等待她的三个大老爷们 甚至还多了一个 魅力四射的调酒小哥 不一样的是 曾经复杂的家庭关系消失了 老公们都成了孤儿 从今往后 只会有五个人的幸福生活 不会再有婆婆公公来烦他们了 所以说 欲望这种东西 真的是无穷无尽 天底下可爱的人儿那么多 只喜欢一个确实不够 但同时不要忘了 欲望往往伴随着代价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探索宇宙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星星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